今天这个视频的话我们看力学的一些提醒 那我们这边准备了一道题目同学先看一遍 那我们把题目的一些数据highlight出来 第一个是质量为两公斤 接下去的话我们有出速度是10ms然后向上的 接下去的话这个斜面的夹角为37度 那它跟斜面的摩擦系数为0.4 所以这个数据会告诉我们它有摩擦力 那题目要求我们找它上滑跟下滑的加速 还有物体前两秒内的静位移 那可能这个解题的部分会比较长一些 那我们开始 那我们在解题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物体所受的合力是什么 就是它受了什么合力画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先画出来它的受力图 我们一定有向下的重力 然后它跟斜面或者是平面之间的支持力 这个支持力一定是跟我们接触面是垂直的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是摩擦力 向下 那这个摩擦力向下的时候 然后我是做它上滑的过程 上滑的过程 我的运动方向是向上的 那我的摩擦力就会和我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就有个摩擦力在这里位置 然后接下去的话 我们W因为它是斜面 斜面的提醒里面 我们会把力分成两个 一个是WY 然后另一个是WX 我们会把W分成两个分力 一个是在Y轴上的分力 然后另一个是在X轴上的分力 那我们就会有多出两个分力出来 好 那下去我们的受力图就好了 这个物体受到三个力 就是支持力摩擦力跟我的重力 然后我的重力会让它分成两个分力 也就是WX跟WY 那我们的夹角是37度 那我们把这个图好了过后 我们就看它上滑时 它要怎么去做运动 好 那我们就做合力 上滑的合力 等于MA 那我们在上滑的过程中 有什么力作用 或者是力让它影响的 那我们就看它水平方向的合力 我们有两个力 那两个力是什么 一个是摩擦力 跟一个是WX WX的话是重力的分力来的 它会让它想办法往下滑 因为没有力让它上去嘛 那我们的W其实也会帮我们 把它拉下去的 所以如果我们判断 蓝色这个运动方向是正的方向 如果往上是正的话 那我们这两个力的话是往下方向嘛 那我们是负的 所以我们就放负F-WX等于MA 然后我们的摩擦力跟WX展开的话 我们会得到负F的公式是μFn 我们就有μFn-WX的话 就是mgsin θ等于MA 那我们再把数据带进来 我们的摩擦系数是0.4 那Fn的话在这里是0.2乘9.8乘cos37度 我们的Fn其实就是我们WY的这个分力来的 所以它就是0.2乘9.8乘cos37度 然后再减我们的m是 sorry我们的m是2公斤 所以这是2 然后减2乘9.8乘cos37度 等于2A 好那这个是上滑的过程 它所收的力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数据帮我们找A出来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有2都约到完 那2相约了过后 我们只剩下这些数据 那最后我们可以整理到A等于负9点 负9点多 那我们按计算机 0.4乘9.8 cos37 我们有负9.03 好所以这个负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负代表我们在做减速运动 那合理吗我们上去的时候我出速是10 那我们慢慢就会变成停的 那从有速度变到没有速度的话 我们得做的是减速运动 所以我们算到这个负代表 这个负9.03ms 那这个是上滑过程的加速度 那下去如果它到了最高点过后 那它就往下滑嘛 那我们这时候再做另一个 分力出来 我们再把它的受力图画出来 那一样的它受到什么力 如果它往下滑的话 它受到什么力 它往下滑我们就会有 W向下 然后Fn还是一样的 那这时候它向下滑了 向下滑的话 我们摩擦力就跟它相反方向 所以我的摩擦力出现在这边 然后下去的话 我们还有两个分力 Wx和wy 这分力一定是有的 因为我们有斜面嘛 那我们唯一改变的是什么 唯一改变就是那个摩擦力的方向改变位置了 所以我们一样的 在做合力多一次 那么就有 合力等于 ma 然后这时候的话 我们判断它向下滑了嘛 那什么力让它向下滑 就是我们重力的 wx wx会拉它下去 所以我们就取wx为真 然后摩擦力是为负的 因为反方向 等于ma wx的话我们把它展开 就变成2x9.8sin37 减μfn OK摩擦力是μfn的话 我们就有0.4x2x9.8cos37度 然后等于ma的话 我们是2a 好 那我们都有2的话 我们把2先整理 好 最后我们带进去 整理的话 我们答案就拿到2.76 ms-2 那2.76ms-2也合理了 因为这时候它是往下滑的 但是它加速不会很快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另一个反方向的摩擦力 阻止你 这样快滑下去 所以我们的加速只有2.76ms-2罢了 好 那我们就完成a部分要求我们找的东西 那下去的话我们要做的是物体前2秒内的进位仪 那从初速是10 滑上去停了过后再滑下来 那整个过程是这样子的 那请问它这前2秒的时候它在哪里 前2秒这个运动的时候 这个物体在哪里 哪个位置 如果从我们的底部开始看起的话 那这个物体最后是在哪里的 那我们就把它整理多一次 我们有a是-9.03 然后这个是2.76嘛 我们需要这两个数据 我们需要这两个数据我们把它写下来先 我们上滑的过程的加速是9.03ms-2 下滑的过程我们的加速是 我们放a1 a2 然后这个是2.76ms-2 好那下去的话我们要看的是位移嘛 那位移的话我们就要用 直线运动公司的方法来找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有什么 我们具备什么条件 我们有u等于10ms-1 向上嘛所以取真哦 我们会有v等于0 因为我们到最高点过后停下来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数据会用到的 OK那我们还有时间t等于2秒 好那我们有这些数据 我们先从它上滑的过程 找它走的时间 然后我们先看上滑过程 找它时间是多少 如果它的时间是2点多秒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猜测了 其实这个物体在2秒的时候 已经是向上滑某个位置了 那我们就把公式带进来 我们的直线公式里面有出速 莫数跟加速 那我们要找的是位移或者是时间 OK那我们就把它算出来 那我们这边可以带的是什么 u v跟a 我们有u v a 那要找我的s或者t 找s吧 OK找s 好我们先找s 或者是v等于u加at也可以 好v等于u加at 我们把这个数据带进来 0等于10加a是负9.03t 那我们整理的话 那我们整理的话 我们就会有 负10除 9.03t 那我们拿到答案是1.08 1.08秒 所以从这个数据我们看呢 它上滑的话到它停为止 它只花1.08秒罢了 可是我们这边要2秒的位移 代表 加去的时间它做什么过程 它就会往下掉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用我们这里有的数据 我们拿t2 下滑的时间多少秒 下滑的时间剩下 2-1.08秒 我们有0.92秒 好下滑的时间只有0.92秒罢了 那我们就看它在哪里了 那下去的话 我们的新的数据有什么 我们新的数据会有u等于0ms负1 因为它到最高点了 过后它是停下来嘛 那下滑的话 我们的初速是0 然后我们有时间是0.92秒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有那个加速a等于2.76ms负2 好 那我们有的数据是u a跟t 我们要找的是位移s 位移s啊 那我们的s怎么带 我们就带s等于ut加2分之1at平方 我们带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的u是0嘛 那我们就不管它了 所以s等于 这里a是2.76 然后t平方是0.92秒的平方 好那我们把它按出来 2.76乘0.92的平方 除2 我们拿到1.17米 好1.17米 那这个1.17米是在你啊 是在最高点滑下来的时候是1.17米 可是我们讲2秒内的净位移是从你开始到它这个位置是多少 所以我们也要顺便把开始的时候它到最高点的位移也找出来 所以开始到最高点的位移我们会用回上一组的数据我们有v等u加at那边 我们就带s等于ut加2分之1at平方 一样我们带s 还有什么公式可以用我们看 v平方等于u平方加2as 好这公式也比较快一点 v平方等于u平方加2as 那这个的话我们带回上一组的数据 我们这个步骤是要找它上滑到多高的位移多远 所以我们的0等于10平方加2-9.03 然后乘s 我们就会有5.53 然后检查多一次啊 2乘9.03 好对5.53 那这个5.53是什么 是从它刚开始上来去到最高点的时候 它的总位移是5.53米 然后接下去它滑下来的话是1.17米 所以最后它两秒的位移是在哪里 我们拿s 等于5.53-1.17 4.36米 好最后答案是这个 也就是它上滑了过后再下滑回去 这时候它滑的时间是2秒 然后它在4.36米的位置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复杂 是因为它有两个加速度 向上的加速度跟向下的加速度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算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节提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